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到底为什么会导致这些过敏 而过敏有没有办法预防呢 今天再一次请到了高端抗论医学中心的 陈昌平 陈博士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其实过敏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 陈博士您好 是 支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好 事实上过敏是可以预防的 那以前我们都说春天到了百花开 那百花开以后就很多花粉 那很多人就开始流鼻涕 或者揉眼睛很辛苦 那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 大家是不是说那是不是花越来越多 不是 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越来越多的污染 所以污染源也会造成了过敏 所以其实不止只有花粉 不是只有花粉 连污染源都会造成过敏 OK 然后我们家里如果有很多塵埋 也会造成过敏 所以灰尘也会造成过敏 所以事实上好多好多的过敏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说要看这个人有多少过敏 我们从血液中检查 可以发现有几十种 几十种过敏源 对 那最常见到的当然是花粉 然后家里的尘埃 还有猫 狗 对 猫 狗 猫 都是造成过敏的 所以过敏事实上是跟我们的身体 现在越来越亲热了 几乎每一个家庭 越来越亲密 因为每个人在家都一定会有灰尘的猫 可能一尘不染 还有最主要是 我们很多人都养狗养猫 对 所以那一个也就是很重要的过敏 是 好 那我们在医学上碰到过敏的时候 通常很简单嘛 我们就是开一个抗脂肢胺 哦 Antihistamine 是 那这Antihistamine 从三十年前最古老的Vanetrile 到现在叫Geritec 他们还都是抗脂肢胺的效果 只是说越新的药也没有副作用 并且效期越长 对 像现在的Claritin 对 那也是一颗 四小时 那所以这时候 但是它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治标不治本 也就是说有吃有效 没吃就没效了 第二个问题是 越吃量越大 越吃它量会越大 对啊 越吃量越大 所以本来吃一颗就好了 到最后要吃三颗到四颗 才能够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有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是什么 让你想睡觉 哦 虽然是我们想最新型的就副作用很少 旧的那个Vanetrile 对对对 Vanetrile一吃就会想睡了 就想睡觉 所以事实上 我觉得还好 还好 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想睡觉 哦 所以我们都上面特别要 就是说如果你要开车 之前不要吃 是 回到家再吃 那陈博士我想请教您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过敏的 是的 因为我家 然后我家又有养一只猫咪 又有养一只狗狗 对 所以在家里面呢 其实有时候是鼻涕跟眼泪呢 是一直流不停的 对 我有时候可以吃Claritin 它过了几天之后就会好了 然后就可以不吃了 对 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要再开始吃 没有错 这样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药性过了 哦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弄到24小时 对 事实上它还是有残余的 哦 残余残留的药 残余照物 OK 还在我的身体里面 所以让你没有症状 哦 I see 所以我们就去研究说 为什么会发生过敏 对 从这一个整个基本的理论开始看 原来过敏炎到我们身体以后 我们身体有一个叫APC细胞 叫做抗炎表达细胞 是 它会去接待上 哦 何方神圣请进 这时候它不会对它采取任何行动 OK 然后这个过敏炎 APC给它介绍给我们的BCD 我们的B细胞就会产生了我们叫IgE 那这个IgE我们把它称为过敏抗体 是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过敏到诊所去的时候 医生给你戳个鞋 看你的IgE有没有高 哦 那有的人IgE很高很高 那表示说它过敏抗体很多 好 这个过敏抗体呢 留在我们身上 当第二次过敏炎再进来的时候 那这两个过敏抗体就会结合在一个我们叫回大细胞 Master cells 然后过敏炎就把这两个上面压下去就引爆了 这回大细胞 回大细胞一引爆的时候 就出来了就直直按出来了 是 那直直按出来看到看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就开始流泪了 有的人开始流鼻水了 有的开始气喘了 比较严重的会气喘 对 还有有的人皮肤就不好了 就开始痒 叫异味性皮肤炎 这些全部都是 OK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 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阻断它 对 让它anti-histamine没有效进去把histamine综合掉就好了 可是它有三个副作用 我们刚刚讲的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回来沿途讨论说 有没有办法从沿途去截断它 不要让它爆发 不要让它 爆发就没事了 对 不要让它产生IgE 对 其实是IgE只要一不产生 这个后面的全部都解决了 OK 那产生IgE是因为B 淋巴球 受到这个植食 它分泌了两个动力素 叫细胞动力素 Cytokine 一个是白结石4号 一个是白结石5号 这两个是过敏的细胞动力素 如果我们让它减少 就不会产生IgE 不会产生IgE 就不会产生回大细胞的破裂 这时候就没有子治癌 这时候就不会有症状 OK 所以它是chain reaction one after another 一个接着一个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从眼头把它堵住 是 后面就不会产生 OK 所以我们也研究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不小心 不小心 不小心 既然说我们本来是研究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来抓胃的幽门感菌 专门治疗胃的幽门感菌 把它抓走了以后 胃病就好了 OK 结果奇怪这些客人吃了胃的幽门感菌的抗体以后 突然会来告诉我说 诶 陈医师啊 我养不过敏了 对 我皮肤不痒了 我也不流鼻涕了 我说真的啊 所以我们就去做动物实验 结果发现原来他把白界市四号 白界市五号就是IL4跟IL1堵住 结果后面就好了 所以动物实验成功以后 我们就好高兴 对 然后我们就很多 做人体实验 给自己很多实验 然后很多客人来吃了 都好高兴 同时我们去申请了专利 是 专利也批下来了 我们就做事很不简单 因为它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IGY 一个蛋黄体 OK 非常的有效 是 那结果呢 在很多客人就吃了 那其中有一个客人 有20年 20年的过敏 吃了以后 他说有效 吃了三个月 怎么吃 它就像维他命这样 一天吃一克吗 还是一天吃三克 早晚各两克 因为它在治疗 如果你预防的话 早晚各一克就好了 可是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到底自己本身 是不是属于过敏 因为您刚才讲的是预防 他还没有这些症状 那你要他 有症状的话 如果他以前有症状就开始 要预防 像我这样 那如果是有症状的话 我就会一天吃两颗 早上两颗 晚上两颗 如果你没有症状 你先吃个一颗 预防汤花座 OK 好 这很有意思的 那这个客人 他也是在我们那个LA 他就告诉我说 好 我20年的过敏 给你治好了 我说拍拍手 但是 我去哈娃伊 旅行 在哈娃伊 又花座了 哈娃伊的花 跟LA的花 不一样 对 环境改变会不一样 所以他又回来 再吃了三个月 全部都全部好了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在这里 LA的时候 我先多吃一点 你可以预防 对然后到夏娃伊 也许就不会完全的发作 没有错 这是正确 可以的 所以对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在治疗以外 我们现在用在预防 不是说等到6BT的时候再赶快来救命 通常都比较慢 因为他这种是一种从前身免疫调节 不是说一下子马上就有效 一下子要有效 如果有症状的时候怎么办 当然是吃 Clear test或是Bendure 睡觉就好了 就是睡觉 然后赶快吃这个就可以补上 通常大概三天以后就开始了 身体就会开始自己开始作用了 反应你这时候你的IgE就掉下来了 你的后面就好了 那这个除了这个 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也是我们没有想到 它会改善你的免疫力 增加你的免疫力 对 像礼拜天 我们教会突然很多人没有来了 突然一下感冒 大家都是感冒 感冒不好意思来 因为前一阵子天气很冷 对 那为什么会感冒 好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其实大家都知道 广泛讲就是你的抵抗力不好 在这抵抗力里面 我们再去分析它 原来是它的T细胞的功能退化了 我们的淋巴球有两种 一个叫B 一个叫T B就是刚刚说过敏有关的 T就是跟抵抗力有关 当你的T细胞不行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感冒 为什么T细胞会不行呢 陈博士 真的 好 我们的免疫力为什么差 问的太好了 对 为什么它会差 是因为年龄吗 还是因为环境 还是两者都是 年龄 环境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 喜欢熬夜的人 免疫力就差 喜欢在冷气中的人 也免疫力差 不晒太阳的人 也免疫力差 不爱运动 对 不运动的人也差 乱吃一把的人 都是免疫力差 那很多人就说 我年轻的时候 一去吧 生强力 对 随便爱怎么吃 爱怎么睡 都没有问题 然后到冬天去发血 我一件外套就好了 不必要免熬一大件 对不对 但是你年老了 你的免疫力就自然差 是 所以这一节呢 陈博士告诉我们 其实身体里面的免疫细胞 还有这些抗过敏原的细胞呢 对我们人体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陈博士也提到了 营法族的免疫力 因为之前的抵抗力 已经不够了 到现在为止 免疫力会更为下降 对于这些营法族的免疫力 应该要怎么样的增强 下一节天下众短谈 马上告诉您 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天下纵横谈 在上一节的天下纵横谈里面 高端抗老医学中心的陈昌平 陈博士告诉了我们 其实人体里面呢 它的淋巴细胞里面 有T细胞还有B细胞 有两种不同的功能 一个是抗过敏的 一个是要有加强免疫力的 在这节天下纵横谈里面 陈博士要继续告诉我们 其实营法族的免疫力下降了 可是还是有机会可以继续提升的 应该要怎么提升 陈博士赶快告诉我们 是的 所以我们讲了 这个营法族 最胖的其实是感冒 对 好 那不只是营法族 事实上很多老年人 洗肾的人 洗肾的人到最后一半 都是因为感冒 再见 这么可怕 因为他们天天在洗 所以他们免疫细胞 免疫抗体 都全部被洗掉了 所以很危险的 还有 肝菌化的病人 到最后也是免疫力差 事实上很多病到最后 会再见是因为免疫 而这个免疫力 事实上是我们亚健康里面 三大问题中最重要的 就是免疫力 免疫力 对啊 那我们在讲这个免疫力 老年人既然免疫力下来以后 怎么办 有没有解套的方式 所以也是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IGY 免疫档黄体 OK 那我们也是开始不知道说 这个治疗用门感境的抗体 既然会提高免疫力 原来是一个 怎么发现的呢 对啊 就是有一个客人回来告诉我 陈医师啊 我现在都不感冒了 以前是我们整个公司 人家还没有流鼻涕之前 感冒我就开始流鼻涕 我是第一名的 现在大家都感冒了 我既然没事啊 哇哦 那我就说哇 这太好了 所以我们就去做动物实验 是 原来发现说 我们会增加T细胞的功能 因为它会增加自然杀手细胞 这是另外我们免疫细胞里面最强的 我叫勇士 叫NK细胞 自然杀手细胞 这些就是要打这些外来的 打这些外来的细菌病毒 最低一名 甚至于这个NK细胞也用来治疗癌症 是 这很有意思啦 OK 治疗癌症 好 它会增加NK细胞 同时它会增加干扰素 那干扰素是对抗病毒最有效的 因为说实话就是有时候你生病的时候 有时候是因为细菌引起的 有时候是因为病毒引起的 两个不一样的这种感染到的生病 是要用不一样的治疗方式的 可是今天IGY 它两个都打 这很有意思 它对抗病毒 它就是靠干扰素出来 我懂了 那它对抗细菌就是NK出来 所以双面夹工 把所有的病原体都打掉了 所以其实这一次 因为每一次流行的病毒 这些感染病毒 对 我们所谓的流感流感 有时候是细菌 有时候是病毒 就很难讲的 对 没有错 其实流感 它的病毒是免疫力都在改 对 所以防不胜防 真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会增加免疫力 对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实验了 好 有一个人 刚好他去坐飞机 那旁边的人都在咳嗽 有 他就开始很怕 很紧张 对 对 所以就赶快吞个四颗 结果就过关了 对 IGY过关 然后他有一次更好心 他有一次在听演讲 背后有一个医生 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就给了他几颗 就给他四颗 他就好了 不咳嗽了 Good 然后他非常感谢 还回来问我说 他是从新加坡来 What is this? I said this is IGY OK 他说 That's very good 不咳嗽 所以他有 立刻增加你身体 免疫力的效果 Dr. Chen 我想要请教你 因为通常大家都说 如果你突然刚开始有感冒症状的时候 先不要吃感冒药 你可以使用大量的维他命C 然后尽量让你的身体里面 去抵抗这一些 医的是病毒或者细菌 Ig1里面也有维他命C吗 还是 不是 你问的这个太有意思了 维他命C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叫做Pauline 这个人得到诺贝尔奖 他就发现说 维他命C可以自感冒 但是大家忘掉了前面一句话 叫高剂量的维他命C 所以你要吃一公克到 两公克以上 一到两公克 至少才有过力 这样子 好 那维他命C治疗感冒 它走的路线 其实是走抗氧化的路线 让你的身体不要因为病毒进来 因为太抗氧化以后 对 太抗氧化以后就可以跟他抵抗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等于是增强体力的 另外一个方式 对 那我们走的是免疫的方式 懂了 我们是让我们的T细胞 强壮一点 不要再睡觉了 让我们的NK NK醒来啊 敌人已经攻到城门了 赶快去打 OK 所以我们的效果 几乎有时候是instant 是 那这种事情 其实我一直把它认为 它是一个老年人 或者是幼儿的一个补充器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做成奶粉 哦 那我们的不是放牛奶 是 我们是放豆奶 黄豆奶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IGY进去 所以老年人一天一瓢就好了 所以您放在豆奶里面 可是那这样豆奶来对痛风的老年人来说 会不会有一点增加 不会啦 事实上不是每一个人吃了好有 你讲的这个好有意思 黄豆非常好的东西 我知道 但不是每一个人吃黄豆以后就会痛风 事实上会造成痛风的Purine 不是只有在黄豆有 对哦我知道我知道 肉也有 海鲜也有 还有啤酒更多 所以你如果要害一个人 就让他多喝点啤酒吗 啤酒多喝几盒 就马上化作了 所以其实痛风 并不一定是黄豆有关联系 我们还是一直强调黄豆比牛奶好 是因为它里面有除了这个以后 它有很多Genestine Genestine事实上是能够帮助我们 来治疗癌症细胞 同时它有女性 类女性荷尔门 所以能够帮助女性 减少更年期的症状 所以如果要喝牛奶跟豆奶 选择豆奶会好一点 那陈博士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IGY服用之后 它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可是其实政府一直在提倡 老年人就一定要打流感疫苗 当您吃IGY的时候 还需不需要打流感疫苗 两个会不会 冲突 不会 OK 当你身体很强壮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疫苗 对啊 那有的人就可以说 那两个都做当然最好 但是如果你啪 说哇 我去年打了 结果没有事 反而变成有事 那你就好好吃IGY就好了 好 所以那您其实有分IGY 它是给幼儿或是老年人 或是普通 比较中年的年轻人使用的 它的剂量又应该怎么分呢 对 我们是以体重为主 原则上是60公斤 治疗的时候每一天吃四粒 如果是预防每一天两粒 那幼儿如果30公斤 就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用体重来分别的 对 那如果是预防的话 就是应该像吃维他命 这样子从不间断的继续吃下去 对 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 做成奶粉好了 它用这个来带早餐 早餐咬个两汤匙 对 这样就解决了 这样一天的营养也都解决了 然后早上的免疫力 每天早上这样子喝一杯 就可以把免疫力也增加 早餐也就代替了 是的 很方便 非常好 那如果说今天他还是觉得 Dr. Jen 我每天吃这样一粒真的好麻烦 我断断续续好不好 我偶尔突然一下过敏很严重 或是我突然感冒一下来的时候 我就拼命吞这个IGY 那没事的时候我就 就不吃了 这样子您觉得 It's okay 为什么 因为你就把它当作你的免疫 就像一个水库 是 对 你平常有保养它水库维持好 你不保养它就掉下来 但是你要花座的时候 赶快再做几个 又把水库拉回来 OK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可是其实您还是建议 如果水库可以保持在某一个 程度下是最安全的 是最安全的 对 因为说实话你病菌啊 或者细菌啊 随时会出现 对不对 对 而且您刚刚也提到 其实免疫力跟癌症也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怎么样的有关系呢 对 事实上 为什么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 对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变成癌症 原来癌细胞从一个长到10万个大概要5年的时间 那在这10万个在1万个一直以下 我们的我们所谓的自然杀手细胞T细胞都把它吃掉 是可以把它杀掉的 对 但是你的T细胞B细胞如果一直脆弱下去 那就越来越长大了嘛 所以这时候癌细胞就一直承扎 是 所以一个癌细胞不是说昨天没有癌症 今天突然有癌症 其实它是一个过程 那如果我们免疫力强的时候 随时可以把它堵断 哦 我懂您的意思了 那另外还有很多人得到癌症以后 在做化疗跟放疗 对 那化疗跟放疗最可怕的是什么 让你的骨髓抑制 骨髓抑制以后白血球下降 血小板下降 对 那我曾经在台中有一个族群 就是得到乳癌在治疗的时候 白血球血小板下降 结果大量吃了IgY以后 全部提高就不再下降 其实癌症病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因为它免疫力下降 很很危险 对啊 它不管是什么样的细菌 只要轻入它的身体里面 又会造成另外一个另外的伤害 没有错 对不对 它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复合 不要说化疗放疗了 对 事实上很多的癌症病人 是死于化疗跟化疗的副作用 因为它这时候不能吃 然后 它吃不下去 对 然后所有人膜花牙 然后贫血 白血球掉 血小板掉 最后大出血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胜于治疗 每一次陈医师都来跟我们讲这句话 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预防 一定是胜于治疗的 而身体里面的免疫力 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又是极为重要的 不管你今天是年幼 或是年轻 甚至是年长者 每一个人的免疫力 都是要从自己的本身体发出来的 而如果有IgY来继续帮助 每一个人的免疫力提升的话 其实对于对抗细菌 对抗病毒 甚至对抗过敏 都有更大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